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说我什么事情都看破 但是我积极地借甲修真 我虽然知道这个世界不长 我更要好好地努力去抓紧时间把心修好 是这个概念 所以心境和慈悲不矛盾 它们都是应该合二为一的修心的各种方法之一 感恩师父